大家好 这份料子说它是冰种 小精品 能不能算得上呢 咱们来阅读一下 一共有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来看 整个料子呢是切了一刀 然后呢我们把它合起来 看它的皮壳 记住它的表现 来做到一次光摩的机会 皮壳 注意看 是这样的状态 摸细纱 有没有问题 在盐皮上 有一些位置是已经有脱纱的状态 打登在皮壳上呈现了肿水 至少也是糯冰感 那么整个料子呢 已经把它的外围给弃掉了一层 皮 注意看 盐皮 这样看好像是很丑 对吧 画面呢停滞 让你看清楚 上面呢有一些交叉的大裂 品质高 有裂不怕 但如果是蜘蛛网的碎裂 那也不行 那么大家注意看 打登在石头上 这个位置的表现 没有前面它擦开的位置 要好 那么这样的一份石头 在没有切之前 购买它的时候 也是不会便宜的 但这个石头切开以后呢 大家要看 一个料子 像这样的状态 切开以后 我们要看什么 种 水 裂 棉 底庄 肉质粗细 你认为哪几个点是重要的 底庄 就像现在这种状态 看着不是很白 有点偏灰 放薄以后 起货会更好 冰种应该没有问题吧 整个料子上面呢 主要重点就是棉 棉 在这份料子上的影响 极其之大 注意观察 画面停滞 现在你感觉看着是不舒服 打登看了会更好一点 一旦把它切成 比如说0.7 0.8 一搅弓以后 它的状态和现在 会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的话 有经验的朋友应该能看得出来 那视频的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阅读一下 平时我有时间直播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进来 我在直播间会详细的给大家分享 我在标场或者是在市场上 遇到很多石头的案例 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